12起无人机团队操作空拍机 顺利起飞挺进沙卡当步道 他们6号晚上11点抵达花莲 没休息几个小时 7号一早就来到前进指挥所报道 以实际行动报答台湾人在土耳其大地震的帮忙 土国团队一行7人 是唯一来台协助救灾的外国团队 因为台湾搜救量能足够 但泰鲁阁地形复杂 需要接种土耳其在无人机技术的特殊专业 7号预计出动两架空拍机 其中一架飞行时数可达90分钟 范围最大700公顷 最高能飞5500公尺 配备热感仪和摄影机 主要执行沙卡当步道的搜寻任务 以及泰鲁阁地区空拍 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 有些都很成功 有些都没有 我说的 它是在地域和风格的状况 今天我们要试图较短地区 所以我们能够较快速 台土救援团队河流 我国特搜队员和特搜犬持续执行地面作业 配合土耳其团队的空拍支援 加快搜寻脚步 美食新闻最后报道